字幕提供 又快到了一年 大家有沒有留意自己明年有沒有犯太歲 犯太歲的又是哪幾個身少呢? 還有,太歲究竟是哪一位呢? 原來2017丁有繼年的太歲 就是這位唐朝的康傑大將軍 他是一位舉人 而且文又得、武又得 還要當時奉命去南方 刑定一些經常搞事的流寇和土匪 所以他是一個很受人敬仰的人 如果你看到萬年曆又或者通姓 你還可以看到他有另一個名字 就是唐傑 大家經常聽到 每年哪個身少會犯本命太歲 又或者聰太歲 但其實如果你的姓氏 跟他一樣姓康又或者姓唐的話 甚至連名字也有個傑子 其實一樣都走不掉 都是屬於犯太歲的名單裡面 當然也包括了你的公司 或者你的店舖的名字 都計算在內 至於2017丁有雞年 犯太歲的新潮 就有四個 包括了雞自己本身也是 因為走了十二年一個循環之後 又到自己 所以今年他屬於 本命太歲的一年 第二個新潮就是兔仔 其實兔仔可以算是四個新潮之中 充太歲充得最重要的一個 所以可以預計今年 整體運勢的波動性都會比較大 當中包括自己的心情 又或者情緒方面 都會受影響 第三和第四個新潮就是 鼠和狗 鼠在今年來說 可以稱之為破太歲的一年 至於狗就是屬於海太歲 在這四個犯太歲的新潮來說 其實鼠和狗 比起雞和兔都不算很嚴重 傳統上他們今年會比較多 出現阻滯 又或者在工作上 出現一些節外生肢的情況 如果今年犯太歲 你是有份的話 其實也不用特別害怕 因為犯太歲的原理 始終都是由十二個新潮 按次序地排 通常每隔幾年 又會犯一次 我覺得除了可以按照 我們中國人的傳統 年頭去拜日太歲 求個心安理得之外 還應該要在那年 做事的時候 要特別謹慎一點 多些三絲而後狠 這個才是正面的做法